1956年毛主席盛情相邀大科学家钱学森参加国宴 可谁也没有想到 等到钱学森到了宴会时 身为贵客的他却压根没有座位 在场的人全都面面相去 可毛主席接下来的做法却让人不得不感慨 毛主席的远见不服不行 那么毛主席为何不给钱学森安排座位呢 欢迎百度搜索 毛主席和钱学森了解更多历史故事 事实上对毛主席这个举动感到疑惑的 又何止是我们这些后来人呢 就连钱学森也是一头雾水 虽然相识的时间不长 可钱学森却对毛主席倾慕有加 正因如此 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没多久 钱学森就不顾美国人的横加阻拦 跨越千山万水回到中国 同样为这个消息感到激动的 还有大洋彼岸的毛主席 为了表达自己的重视 毛主席特地在中南海摆下火焰 等待钱学森前来赴约 1956年1月 在由香港登陆后 钱学森回到了北京 刚一落地 他便接到了工作人员的通知 称毛主席有事要与他商量 当时第六次常务会议即将召开 能在会议开始前与毛主席见面 这让钱学森十分意外 然而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在寒暄完彼此的境况后 毛主席甚至还和他谈起了自己在物理领域的见解 虽然并不认同毛主席提出的例子可分说 但在钱学森看来 毛衣国事的毛主席能注意到物理学上的新思想 这就足以说明对其发展工作的重视程度 也正是因此在会面结束后 钱学森便匆匆赶往晚宴会场 可让他惊讶的是走遍整个会场 他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座位 正当钱学森手足无措时 毛主席与其他领导人来到了会场 在看到一脸窘向的钱学森后 毛主席连忙招手将钱学森叫到了自己的身边 原来钱学森的座位正是毛主席吩咐撤掉的 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钱学森坐在自己身边 站在国家领导人的角度 毛主席清楚的感觉到了未来导弹工程的重要性 因此毛主席临时决定调换钱学森的位置 以此来表明自己对科研人才的看重 毛主席的重视让钱学森十分感动 当即他便在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会凭借自己的努力让中国发展起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凭借自己的努力 钱学森将中国现代工业从无到有的发展了起来 两单一新的成功问世 更是将中国核弹事业发展提速20年 钱学森终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回报了毛主席的信任与重视 与此同时 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向世人证明 毛主席拥有着政治乃至科学领域的绝佳远见 如果不是他当时极力倡导发展民族工业 号召科研人员研发属于自己的核弹技术 恐怕中国几年后就会被西方社会压制 再无出头之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评论 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